什么?九龙堂有两万多岁的别墅买? 你合成有没有设想过 在香港这个寸土寸境的地方 可以拥有一个占地面积超过 两万三千尺的花园别墅 我现在深处的地方 花园的占地面积都达到了七千尺 今天来到苏乡之区 看一个非常特殊的豪宅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外观 都采用了钛合金的设计 今天邀请到了我的朋友 非常爱老婆的Michael和大家一起介绍 谢谢小晨 哈喽 哈喽 我带大家进来参观 五间独立屋的私家大堂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妆环、楼底、水晶灯 还有这个是每间独立屋的主要门口 大家做得很仔细 这个发展商今次采用了P&T P&T是帮K11北角做粗刀的 所以这次你看大门的红宝石 非常一丝不咎 我们今天参观其中一个单位 摄影师麻烦看这里 ABCDE 这里有五个独立屋 其实发展商是打造成一个大系列小区 五个家族一起去购买的 所以我们事不宜时进去参观一下 我们进来客饭厅的部分 哇这里很大楼底很高 小陈到底有多大多高啊 我们这个客饭厅加上厨房的面积 达到了1200平 哇哈哈哈哈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客厅非常的方正 你一进来就知道家私如何去布局啊 家私如何去摆位啊 完全就没有问题 其实我看到这个中空花园的时候 我已经深深地被它吸引住 我也是啊 因为在香港这个地方 有非常少的房子会给到您这样的设计 望远庭园 我带女士来参观 他们最紧张的厨房啊 首先我们看到这边 全部都是米尼大品牌的顶级路具 那独立屋就自然是大厨房 有中度多工作台 多厨屋空间 但是这个厨房呢 有个最特别的地方呢 我就看到 哎呀 外面看到啊 小陈要跟你说嗨啊 其实你就可以幻想到 女户主在这儿煮饭烧菜的时候 看到小朋友 在一个庭园 甚至在外面的客饭厅做些什么 哇 非常之正这个设计 欢迎来到一楼的睡眠区 这个单位总共面积是4484尺 我们自身于一楼睡眠区的小偏厅 我们这一整层楼面积达到了1200尺三房三套的设计 其实这一层楼最令我惊喜的还是我们这边这个景观窗 其实晚上回到家在这边喝上一杯香槟还可以看看星空 这样的生活真的非常的惬意 欢迎透过星降机来到22楼的睡眠区 这层有两间套房 包括最重要的主人房 主人房部分我交给小陈 OK 镜头拿过来 其实我来到这个主人房这个位置 我感觉我自己已经身处在了五星级酒店当中一样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主人房配的一个衣帽间 其实空间感都非常十足 这个洗手间真的是这间单位的点睛之笔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奢华 和我们之前拍的富豪海王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像呢 我们主人房这边的空间感也十足 完全进来给我的感觉不会非常压抑啊 或者怎么样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1比1的露台空间 有私家的星降机其实每个别墅都不出奇 可以达到车库 值得睡房去到不同的楼层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星降机是可以直达天台的 这个就是这个小区这五间洋房的最大其中一个很厉害的卖点 各位观众 出天台 刚才在楼下Michael也给大家介绍到这个项目总共五间别墅 如果有兴趣拿下老板可以将这五间别墅包起来 如果您设想一下打通这五间别墅的天台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我来做个小小的总结 洋房别墅 在九龙堂校网区呢 其实是可遇不可求 非常之少供应 还要一次个可以给你买五间 还要是可以买公司的 买公司有什么好处 不用我多说 刚才挂着参观 我都不记得换回一双鞋 好了我进去换鞋 我们沙子正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